我們取消了外籍生的資格 會不會讓台灣的直籃 畫地自線 或是說在開倒車 回到SBO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外籍生問題 從來都不是什麼前進後退的問題 它只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你怎麼樣去把它包成一包做配套 日本絕對不會是因為外籍生開放了 它就變強 給新聯盟的建議 我會覺得不要擠壓高 就是一次把它制定好以後端出來 然後告訴大家你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所有的制定都是為了朝那個目的 前進的時候 當然有些人可能不理解 可是時間會證明一切 你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胡 今天我們要來聊的是 最近吵得沸沸揚揚的外籍生事件 那位各位邀請到的來賓呢 是第一次來到我頻道的Grant 哈囉大家好 我是亞洲籃球觀察室的Grant 很高興來到這個節目 今天特別邀請Grant來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覺得外籍生制度 牽扯到很多不同亞洲國家 他們的制度或他們的學生籃球跟職籃 那這部分他是專家 也有在寫FB的專欄跟金以他的Podcast 那有興趣的觀眾也可以點擊資訊欄去關注Grant 好我們就直接切入正題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來龍徐邁 因為我怕看這支影片的人還是有些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簡單來講就是在選秀的提測會前兩天 新聯盟的籌備小組發布了一個新聞稿 禁止了外籍生參與這次的選秀 原因很簡單就是認為現階段外籍生無法有效的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 當然這後面參與的八位外籍生也發出了他們的聲明 對於這樣子的制度提出了質疑跟表達自己心裡的不滿 後續就掀起了一股熱潮 先問一下Grant 聲明稿發出的當下你接收到這個資訊你的想法是什麼 當下其實是我覺得時機點還蠻爛的 就是你都已經允許外籍生參加選秀了 隔沒多久因為新聯盟的關係 忽然又說我們不要了 這個其實本身就已經有一點點 我們可以說是誠信或者是那個規則反覆的問題 其實對我來講我一直沒有那麼喜歡外籍生這個制度 我覺得是應該要改變的 但是真的還是剛剛那句話就是 他的時機點真的太糟了 你要改要廢也絕對不會是在這種那麼尷尬的時間點改 我其實蠻認同 我這邊也講一下我的立場 我認為外籍生制度不是一定要保留的 可是你必須要包含其他的所有身份認定 是一次性的公佈 而不是擠壓高新的聯盟 因為T1沒有外籍生 PlusD有外籍生 所以我們聯合小組公佈是決定不要有外籍生 重點是你公佈的隔一天 還有球隊跳出來打臉說根本沒有投票 根本沒有贊同這件事情 所以這就是一個羅生門 我們錄影的當下也還沒有一個結論出來 這邊也要簡單請Gran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目前亞洲有哪些國家 他們的學生聯賽或是職業聯賽 是有外籍生制度的 其實如果以比較大中來講的話 就是日本跟菲律賓 日本的狀況現在是從高中到大學都有外籍生 因為我們在討論外籍生 當然就是學生的部分 2003年的時候 就開始有比較明確的外籍生制度出來 那當然他們有很早就定出規則 就是他們外籍生場上只能上場一個 原則上球隊好像只能有兩個 但上場就是一個 他們已經把這個規則定出來 很多人就會問說 那他結束學生生涯之後他要去哪裡 目前現在B1聯盟 我們一般認知的B1跟B2 他是完全沒有所謂的外籍生名人 外籍生他其實我們常常會在討論的就是他要規劃這件事情 其實日本他有很完整的規劃制度 包含他規劃可以視為本土 所以他就會去推這件事情 對日本來講所有的規劃球員 他就是一定要在日本待滿5年 不管你是不是外籍生 還是你是一般的洋將規劃 都必須要做這件事 那當然外籍生他其實本身實力就不到洋將部分 所以他本來就很難先以洋將名額進到B1B2 這個時候他們其實有一個 算是折中的配套方法 B聯盟還有B3的球隊 B3的等級其實跟B1B2落差就蠻大的 這個時候他就會說 他在B3設了一個所謂的留學時機名額 這個名額就是說 你外籍生今天如果有在日本 打滿3年高中 打滿4年大學 注意要打滿 學生時期你待了7年之後 你就可以以這個留學時機的身份去B3 他是不在洋向名額 而且上場視為本土 你未來外籍生想要去B2B1只有一條路 你就是得規劃成日本國籍 菲律賓的部分呢 就比較簡單粗暴啦 他們也是想要增加他們大學的競爭力 那目前他們現在有用 外籍生的這個大學聯盟叫UAAP 本來另外一個聯盟是叫菲律賓的NCAA 他們原本也用外籍生 但也是因為跟台灣一樣吵說 外籍生限制本土發展 所以他們就廢掉 UAAP這個聯盟還是有繼續用 但是他們找來的外籍生基本上就都是洋將等級的 這些球員大學畢業之後不可能進PBA 他也沒有打算要把他引導到PBA 因為他實力是可以跑到海外打球 當然他也會把外籍生引導去轉規劃 但他一樣他沒有開任何外籍生的名額 在職業段 日本比較像我們現在外籍生的部分 我覺得台灣有一點點參雜 因為像莫巴爺就有一點點像菲律賓的那種角色 其實說認真的他在大學端所領到的薪水 可能都比職業球員來得高 他這次有參選 我自己覺得多多少少也是影響新聯盟他們在決策的時候 認為這會破壞整個外籍生的實力平衡 簡單來講就是在日本你的規劃學生球員 必須要打滿7年 還要在社會人球隊待滿5年 等於整整要12年 然後規劃成功 你才有可能進入到職業聯賽 菲律賓這邊是沒有外籍生可以直接進入到PBA的 外籍生事件出來之後 蠻多的輿論在討論的是 我們取消了外籍生的資格 會不會讓台灣的直籃畫地自線 或是說在開倒車回到SBL的那種感覺 外籍生這個部分 我比較可以接受的其實就是 拉一個很高的門檻 讓他待很久的時間 某種程度對台灣有認同感 把他留下來變成本土OK 要不然就是引導他 對中華隊有實質戰力的規劃 這兩個部分我覺得是我可以接受的 否則我覺得 外籍生現在目前的狀況 很容易未來會走向越早越強 莫巴也可能不會是最後一個這種等級的外籍生 我們當然不用想像那麼邪惡 但是就有可能是有球團刻意操作成 我想要一個可以當本土的洋將直接拉進來 他不是一個很單純正向 我們想要看到外籍生的樣貌 我們原本想像外籍生的樣貌是說 這些人來到台灣 他愛台灣 融入台灣環境 然後他也在台灣待了很久 我們給他一個跟台灣連結的機會打球 我覺得外籍生問題 從來都不是什麼前進後退的問題 他只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你怎麼樣去把它包成一包做配套 日本絕對不會是因為外籍生開放了 他就變強 日本2003年就開放外籍生了 但他在2015年以前 B聯盟合併以前 國家隊實力也是這樣 所以很明顯 他們不是因為外籍生制度 而讓他們變強 他們是更多的職業環境的整併 國家培訓的東西 才讓他變強 我不否認說 外籍生來到台灣的學生聯賽 甚至職業聯賽 他的確某部分 一定會加強本土球員的某些能力 你切進去你要拋頭 或者說你本土的中風 你要趕去跟他們競爭 可是這是不是一個 國家籃球變強的主要原因 我覺得這不能畫上等號 他是有加分 但他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如果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們台灣就一直開放外籍生 那也不用去做一些基層的改變 其實我們照理來講 不應該跟日韓 甚至中國的實力差那麼多 這邊直接問一個簡單一點的問題 目前的走向是要廢除外籍生 那你覺得以現階段來看 廢除外籍生的制度 對台灣籃球是好還是壞 我反而覺得當務之急要處理應該是規劃制度 沒有國籍 但是在台灣待兩年的球員 他可以外籍生當本土上場 但是阿提諾這種已經拿到中華民國國籍的人 他卻不能當本土 我個人是打很大問號 就是這種天秤上面 其實反而我會覺得 對阿提諾搞不好相對不公平 你看阿提諾現在搞到沒工作了 而且我們接下來眼下最要面臨的是 萬一大B 富一德 甚至麥卡洛 全部都要規劃的時候 他們的身分怎麼辦 他們要視為本土上場嗎 還是他要視為規劃名額 還是他一樣是洋將 如果他們這樣 然後結果外籍生還是本土上場 所以對我來講廢除外籍生是好的 但是他怎麼樣去做一個更好的包裝跟整併 是蠻必要的 不能說絕對廢除就是好 或絕對保留就是好 而是你這個規章制度 必須要是一個很完整 一環牽一環的 而不是單純把外籍生這個東西拉出來 那這有點像是這次我認為 為什麽大家會吵這麽兇的主要原因 當然必須要體諒他們 從要成立新聯盟到選秀的時間 真的非常趕 可是外籍生的制度存廢 應該要一起出來的是所有的身分認定 包含剛剛提到的規劃球員 包含PLUSD有的華裔球員 因為兩邊的規章就是不一樣 PLUSD跟T1的規章就是不一樣 所以你應該要出來是一個完整的配套 包含要不要有亞外 他只擠了一個外籍生 沒有人知道你接下來要做什麽 Q的身分要怎麽算 規劃球員的身分要怎麽算 華裔的身分要怎麽算 那如果說把外籍生 華裔 甚至規劃球員亞外 融入到一個新的身分 會不會比較好 我認為這都是可以討論的 回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台灣有PLUSD跟T1 目前出現了蠻多的制度 像T1第一年有亞外 然後他們後來廢除了亞外 也廢除了外籍生 PLUSD則是有華裔跟外籍生 那目前哪一種制度 到底會比較適合台灣籃球 因為其實以現況來說 台灣最好的球員 自乎以現代的狀況 沒有打算要留在台灣 他們可能會去日本B聯盟 可能會去中國CBA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以現代球隊數量來看 其實某種程度 有Label的球員 相對沒有那麽足 你勢必要補很多 符合Label等級的球員進來 所以我會覺得 華裔或者是亞外 這些東西我覺得都是可以考慮的 那當然就會有人考慮到 本土球員的分配或上場 但我自己會覺得 亞外跟華裔 甚至真的要把外籍生拉進來 就是所謂的我們以前T1 第三類的這種模式的話 我覺得也是可以考慮 洋將的數量可以適時的減少 一樣可以四節八人吃 但是洋將的名額少一個 把那個名額蓄給 所謂的華裔或者是外籍生 我覺得本土的狀況相對可以上場 會比較平均一點 另外一個狀況就是洋將的薪水要高一點 洋將數量下減沒關係 但你來台灣的洋將等級要高一點 我覺得這個對於球團平衡也比較OK 我之前沒有辦法理解 Prosley找洋將的方法 去年是上場三個 但是可以登入五個是嗎 四個 就是截止之前可以五個 那截止後是四個 我至少看那麽多亞洲聯盟 我沒有看過這種所謂的 一個洋將備胎的 因為你一個洋將代表你要多花一些錢 但是我用把這些洋將的錢 把它往下修 總toto加起來可能還是不會少到多少 因為找的人數比別人多 對 你把洋將薪水提高 洋將數量變少 然後再加一個所謂的第三類球員 我自己覺得以現在 11支球隊的狀況 本土上場 我覺得也還算是Balance的狀況 因為我覺得國家隊那些等級人 都已經在外面 你這邊是要打造出一個 所有的球員平均值是在高的地方 你太多的非本土球員的時候 其實是會導致於整個 能夠上場的空間是比較小的 我自己認為是這樣 當然這說真的都是選擇問題 中國CBA他就是為了保障本土 他就是世界四人制 現在多數人大家只看到日本 不用去想說是誰成績好要怎麼做 而是去對照你自己現在的環境去思考 規章制度到底要怎麼改 其實還是很複雜 可是我給新聯盟的建議 我會覺得不要擠牙膏 就是一次把它制定好以後端出來 然後告訴大家你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所有的制定都是為了朝那個目的前進的時候 當然有些人可能不理解 可是時間會證明一切你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 反而是你這樣子擠一擠牙膏 然後大家罵一罵 你又說我要再討論要不要讓他們參選 我會覺得你做一個職業聯盟 這樣有一點點怪怪 等於說你在做事情之前 你都沒有先想好 所以這是我給新聯盟的建議 那另外一部分還想聊的就是 外企生有在講說 取消這個對他們不公平 可是我覺得不公平的點是 像我們剛剛講到的 在這個timing不公平 我們以莫巴以的舉例來說好了 我們剛剛有提到 他以外籍生的身份來台灣打球 他放棄了很多其他的選擇 這個原因是為什麼呢 一定是他思考過 覺得這個選擇對他倆是最好的嘛 講一句比較簡單一點的 他如果可以打NBA 他絕對不會來台灣嘛 回到另外一方面 這讓我想到國王隊的洋將安妮奎 然後我就去翻了一下 他們兩個在高中比1的時候 安妮奎是沒有任何新級的高中球員 沒有任何一間大學獎學金的球員 那莫巴以他收到了 至少8間以上D1的獎學金 然後也是有新級的 反而 安妮奎可以以洋將的身份 大學畢業以後 來到台灣打直籃 但是莫巴以卻要以外籍生的身份 如果我們放在同一個天平來看的話 是不是對安妮奎來講 可能也不公平 而且他的洋將薪水 可能還比 莫巴以甲油精到職業還來得低 莫巴以他是不是只是 吃到了這個身份的紅利 而不是真的所謂的公平 所以我覺得公平的角度有很多 那這一次的事件 其實也風風雨雨 像我們剛剛聊的 也不會說絕對廢除是對的 或是說不廢除才是對的 而是必須要有一個 完整的配套措施 所以這個東西 還是丟回給現階段的聯盟 那最後一個問題問Gran 你看到目前為止 如果要你給新聯盟建議的話 你有什麼想說的嗎 聯盟的框架要訂出來 這個聯盟是為了要培養 本土國家隊的人才 如果你定義好 你的聯盟就是要這樣 那你的制度上面 就要往那個方向走 你不要一直做一些 一直打自己臉的事情 就是譬如說你要培養本土 但是我開亞外開華裔 然後開了好多一堆名額 結果最後本土還是上不了查 我覺得真的事前要把框架訂出來 就像為什麼日本 他可以那麼多洋將 那麼多亞外 因為他球隊數量多 他50幾支球隊 他可以這樣搞 但是韓國他只有十支球隊 他還那麼多這樣子的東西 他的本土球員真的就不用上資 所以真的要看你的環境 就是說適配性 沒有一個制度是最完美的 甚至你訂了一個好的制度 也有可能隨著時代的演變 需要去做出改變 那這邊我就要吐槽一下 就像我們的學生聯賽制度 從我在打的時候 大概10年前 甚至更早20年前30年前 就是這樣子 然後到現在也沒有任何改變 所以也不難理解 為什麼我們的實力會跟人家差的越來越多 大家都會一直檢討職業 但我認為台灣籃球現在出最大的問題 不單單是職業 而是我們的基層籃球要這麼培訓 好的人才 那今天很開心邀請到Grant上 這集節目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聊天內容的話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幫我們點個讚 或者是說分享你對於這次外籍生的事件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這次很開心邀請到Grant 我們就 謝謝老姑 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